大家好 我是盖里 这次视频咱们不给王老师化妆了 因为我拦截了他的一个派递 这里有什么啊 这个是一盘眼影 三只口红 一个眉笔 今天咱们就有王老师收到的这些东西 来出一个cost妆 那咱们今天要cost的是谁呢 锁龙 跟我行相是不是特别贴合啊 非常帅气 那我们就现在开始 首先第一点啊 锁龙是吧 一不一敞开这胸肌的腹肌的 我呢虽然有 但是我藏起来了 我俩体上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所以说呢腹肌嘛 这种东西睡一觉就有了嘛 对不对 我先去睡觉 等我醒来再化妆 然后用锁龙的身份去叫醒咱们的王老师 我靠近镜头了 大家看一看我这个腹肌啊 刀屑般的腹肌 这个就是我落在家里的腹肌了 因为我现在长太胖了 所以他现在有点紧 把妆化完了再穿上 因为比较费劲 好那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妆容部分了 大家也知道啊 我以前就没化过正经妆 所以这是第一次化正经妆 如果化的不好 也希望大家能多多包涵 我知道锁龙是大家的男神 也是我的男神 我没有要侮辱他的意思 我尽量还原 好了 够呛 好 我先涂一下遮瑕粉底 这边跳过 底妆还有那个遮瑕都弄好 你看这个眉毛 这个眉毛 我花特别长时间给它遮住的 接下来大家都知道 锁龙的重点在什么 在眉毛了 对不对 锁龙的眉毛比较挑 我们就用这个植村秀砍刀眉笔06号色 来描一下 它这个颜色比较浅 我一会儿给它加身影 涂成这样差不多吧 好 我们把另外一边涂上 眉毛大概的效果差不多就是这样了 对称了 锁龙左眼上有条刀疤 加条刀疤上去 我差不多把这个眉笔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 脸上的这些阴影啊疤啊 然后还有脸上这些打的草稿 怎么说呢 这个眉笔 没把我自己画成拉不小心啊 我就非常满意了啊 非常棒 那剩下的眼妆我们选择的是 还是这个啊 植村秀和海贼王的圣诞联名系列 我特别喜欢布鲁克啊 要是布鲁克好仿的话我就仿了 但是它实在太难仿了 橘红色我可能会稍微拉长一下眼尾 因为锁龙的眼睛是那种狭长的嘛 不像我这种眼睛啊 然后这个深棕色 我可能会用来去往眼窝这点一下 让我的眼睛看起来更深邃一点 相当阴影的作用了嘛 我去把这个眼影部分给完善一下 今天大概的妆容就是这样啊 那么接下来 步骤就比较简单了 咱们穿上走廊的衣服 去找王老师 先给大家观赏一下 腐肌 这个头发吧 这绿特别不正 而且一头不好 我们就带头巾好吧 带头巾 头巾已经扎上了啊 现在让我们去叫王廷沃起床吧 他拿走了王廷沃的眼镜 他就看不见我穿的是肌肉服的 哈哈哈哈 啥玩意儿啊 不官啊 猜猜我是谁 你是寿司师吗 哈哈 对不起我不知道是谁 我知道你用心打外观 我不知道 一头有 有意 吸你嗖嗖 我老天啊 干嘛 有病 来来来 摸摸摸摸 啥玩意儿是 鸡肉啊 这什么东西啊 猪肌 猪肉吗 哎不是 这是鸡肉不是猪肉 谢谢 哎呀有疼 疼 这不是假的吗 真的 疼天搞的没用的 干啥啥呀 你几点肉我不知道啊 你有那空不一见见身在这 买这种细咯 你乌齐八糟的玩意儿 多帅啊 这帅的不是你的呀 是我说的 还有人家这个肌肉是白的 你的脸还是太肥了 哪怕涂了这么厚的 真还肥 你不会化妆了吗 不然那你笑啊 拿眉涂的 又用我厚染品是吧 没有吗 又整了又化妆 我没有 还几件 我真没用 这次是植村秀爸爸寄给你 我口红都没动 给你留任 东西呢 这儿你 这是海贼王主题的 那我要好好看看吧 哇 这些都是海贼王里的人物吧 咋 都是我的 都是我的朋友 哇 我给你们看 陆飞 乔蛙 和娜梅也太可爱了吧 你那个刀能不能拿我远一点 我咋展示 咋试色 戳我屁股来 戳我了 所以你最喜欢的颜色是哪个 那我肯定喜欢显白的呀 不先让我都试一下 我觉得我们可以先试一下 这个乔巴同款 红棕乔巴 这个四号是MBG975 哇 好看 乔巴 我的伙伴 都是你的伙伴 谁认识你啊 试一下啊 哇 我觉得超级好看 就是一只 亚光的肉桂棕色 感觉到出是那种柔雾质地的 而且一点都不干 哇 超级显白 你不觉得吗 没有 你真是拍的容易 啥话也不用说 盖到这只乔巴红棕了吗 我个人是一个超级棕色控 我觉得这个颜色它是属于 又温柔又显白的那个颜色 接下来我们来试陆飞的这一款 哇 陆飞这款居然是一个橙棕色 这款叫橙橙橙枪 你听就是陆飞的 跟它机能名字好香啊 感觉是一个很元气的颜色 这种柔橙棕口味有个特点 就是它很顺滑 它转转一点一点都不会干 感觉这一只是属于做的非常元气 非常细腻的一款 它非常适合搭配那些颜色鲜艳的 一些元气的妆容和穿搭 最后一只是纳美 是一只完全不会出错的红棕色 感觉这个颜色太适合女生了 我觉得每个女生都应该有一只纳美同款 感觉这次直属于爸爸做的三个颜色 我都特别喜欢 我觉得还是很会很会的 笑啥 可爱 嗯 你明白 感觉这三只颜色真的是棕色控必备的颜色 特别秋冬 然后我惊讶地发现他们这个眉笔也做了金线 上面还有索楼 还有我 它太入戏了 有一说一这个眉笔是真的好 因为植村秀的砍刀眉笔基本上是美妆博主人手一只的 你知道这个概念吗 就是大家都用 这样它画出来的眉毛也是超级自然的 我周围的姐妹基本上都是用这一款 我也是 它有个特点就是它画出来的眉毛是根根分明的 给你展示一下 发现在手臂很不好上侧 它在眉毛上画是超级棒的一只眉笔 这个区域有盖到它根根分明的点吗 就是那个毛流很好描 那你觉得我这次索楼的妆容怎么样 是不是很酷 有一说你这次选的颜色我觉得都是非常对的 你知道吗 就没有翻车 所以你是用植村秀的眼影盘画的吗 没有错 看一下这次的眼影盘 太好看了这个包装 其实不是因为你画的好 是因为他们这个万里阳光眼影盘 它的颜色本身就非常的百搭 这个里面是一个橘金色系的一个配色 我感觉这一盘最细精的是中间这三个颜色 这个是烈焰赤橘色 发在我眼尾部门 哇 这个颜色叫做贝剑墨黄 哦它是个柔物的质点 还有这个最闪的颜色叫做星河碎钻 它是一个蓝金粉的配色 我刚刚不小心把星河碎钻弄到我的手心 你们看有多闪 第一个是烈焰赤橘 第二个是贝剑墨黄 第三个是星河碎钻 由于属于这盘眼影的质地都非常的细腻 是纸组的质量 而且光看配色就可以想到很多种的眼影搭配 来来来讲重点 如果男朋友不会选化妆品 选这一套 绝对不会挨打 爱 hold in lin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